全國都不斷的往上攀升 我們的醫療量量要做適度的調整 應該要把快篩陽視同確診 要快速的做好轉換 中央雖然有宣誓說12號 針對自我及格 自我防疫 以及檢疫的部分 做快篩陽視同確診 不過這個12號才啟動 時間是晚了點 更重要還要經過醫事人員的判定 這裡面也會在整個醫療人士的影響上 也會增加很多的作業 所以我們期待快篩陽視同確診 就要讓它一步到位 可以減少我們醫事人員的負擔 這才是根本解決的問題 所以記得不是醫療量能不夠 是行政流程如何快速的做好轉換 讓我們在照顧中重症跟高風險的醫療量能 能夠確保這才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方向要明確快篩陽視同確診 不但要早一點實施 也要放寬標準 就可以保住我們的 整個中重症跟高風險的族群 就像我一直在講 被動式的管理的及格 就要變成主動式的自我及格管理 讓被動被主動 可以減少公衛跟行政人員的浪費 把它放回來居家照護 來做好中重症的醫療體系的保有 這個中央就是要快速的調整不好 中央如果不快速的調整不好 再多的醫事人力 都沒有辦法去確保中重症 這才是我們的風險 所以這個部分請中央加快腳步 快篩陽視同確診 腳步要放寬 那我也希望中央在快篩四季 一定要量夠 不然民眾找不到快篩四季 後面的政策也就很難推動 所以快篩四季 中央一定要量做主務 讓民眾方便買得到 價錢又便宜 這裡幫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 次體酸水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